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不用演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并不是本场的主持人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领导 抢了我的伙 很久没有演出了 所以我就利用领导的权利 强行给自己加了这么一个环节 就看得出来 我虽然不会当领导 但是会抢风头 他们说你会抢风头 就会当领导了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现在这个状态 就不光是这个穷人诈富了 还属于是小人得志了 所以在这个演出开始之前 我就先简单讲两句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是从小就有一个 给别人的开业剪彩的这么一个梦想 我就觉得别人给我地上剪刀的那一刻 我结果的就是大家对我社会地位的认可 所以说我今天既然当上了这个领导 然后同时呢 也是为了我们编剧部再次营业 讨一个好彩头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来 上礼仪 她俩是为了 这感觉 剪彩 剪彩 我剪刀呢 我剪刀呢 再给我上个人上剪刀 你快一点吧 你快点吧 你真拿我当李仪小姐了 我才是真正的领导 抓住自己的身份 这么不恶心的 你剪不剪了 剪剪剪 还没有说完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主题 同时呢 也是送给大家的祝福 祝大家开宫大吉 发红包了 有请李淡 有请李淡 大家好 你们是不是都 还是有幻觉的 纷纷地捡起了这个红包 对不对 以为有钱 就是纯纯的祝福 我们跟一站那个非洲公司是一样的 只有祝福 因为第一期请完了成龙大哥呢 实在是没有预算的 用别同意 行李断气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非常打扰的录制现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心动男嘉宾 有请一号二号男嘉宾 他们一个从未谈过恋爱 单身二十六载 依然对爱情充满中学生的幻想 一个从不放下吉他 春晚归来 仍是一米七二的气氛大王 有请三号四号男嘉宾 一米八七大高个 又高又帅又幽默 单身高管最快乐 走过路过别错过 千方过境 有他不怕哀乐 沧海洪流 风险大头粉色 有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男嘉宾 他们四个 一个满面春风 一个感情稳定 一个心吞燕耳 一个直响比赛 这四个人就是好久没上台了 想跟大家打个招呼 挺能捞起啊 我们来了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挑剔的女嘉宾 究竟是谁呢 我的朋友们啊 这不是我挑剔 你们看看他们找的这几个人 脑子多少都有点毛病 我等不了了 我要靠我自己了 接下来 接到这束花的人 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妊女甄嬛从此发誓 我这一生只吐槽你一个人 世界上最难听的话 只说给你一个人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边的朋友 这边的朋友 让我听一听 是谁喜欢听难听话呀 一 二 三 就是你了 把门都给我关上 谁也能去躺 别哭 大哥别哭 干嘛呢 是谁呢 哎呀 我都不知道是谁了 干嘛呢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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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到底谁接到了杨丽那束花啊 没事 我看见她 这位观众不要怕 杨丽不会讹上你的 我们让大家都有花 这样她就不知道讹谁了 全讹 不能全讹 还是说正经词吧 欢迎大家来到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我跟杨丽呢 是今天的编剧部主任 我们本场的主题是 因为爱情 也是因为今天这场主题 所以我们特地邀请了 很多很多的情侣观众 来到现场 你们在哪儿啊 好 祝你们看完本场的演出之后 依然是情侣 好不好 下面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 有请 你的 怎么冲 怎么撞 怎么每天都一样 我的困扰就像推猫 把他还会长 怎么瘦 怎么装 怎么审美都一样 走完装身装力 然后装对象 怎么夹 怎么装 怎么错词才恰当 不要再把你孩子的照片 拿给我分享 怎么忍 怎么藏 怎么胆美 那么壮 别别想要开口 有些美和无量 怎么偷懒 怎么裁员 怎么一米包 就得非能磨到篮筐 怎么啦 我就喜欢赛场 怎么这么多感想 怎么感想 感想不敢讲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谁只往心里藏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话不说心痒痒 别别别别的 别的慌 观众都已经进场 讲吧 讲吧 战战最光更重要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喝光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喝光 讲吧 讲吧 战战最光更重要 怎么办 怎么唱 你是真不知道咋唱 就跟你明白似的 这应该是歌的问题 跳也不好 怎么觉 怎么忘 怎么婚后会这样 每天九点半不回家 就得睡个房 怎么着 怎么样 怎么就这么不爽 凭什么便当肥要绑在半斗上 好久没有养过这么小的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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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之前啊 给我们节目写了一首主题曲 然后呢 不止我一个人唱 我们编剧部所有的朋友 全参与联练了 等一会儿 你们看了他们的表演 你们就会知道 我那天晚上演得有多好 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编剧部 我们效果文化气氛组 为大家带来主题曲 怎么办呢 首先 有请我的朋友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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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ready 怎么想 怎么冲 怎么装 怎么每天都一样 我都困扰就像推猫 把乐还会长 怎么瘦 怎么装 怎么顺美都一样 早晚装身装力 然后装对象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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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装 怎么错词才吓到 不要再把女孩子的照片拿给我分享 怎么扔怎么藏 怎么胆美那么壮 那边想要开头显得很无量 怎么 怎么 怎么偷懒 怎么裁员 怎么 我还能带什么 怎么一拨就得被弄破到浪漫 怎么啦 我就喜欢赛场 怎么这么多胆想 怎么感想 感想不敢讲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时候只往心里藏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话不说心痒痒 别别别别的别的慌 观众都一起进场 讲吧 讲吧 站在巨峰正中央 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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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巨峰正中央 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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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唱 你是真不知道打场 就跟你明白是什么 这应该是歌的问题 是跳演不好 怎么觉得怎么弄 怎么会这样 每天九点半不回家 就得睡个房 怎么着 怎么样 怎么就这么不想 凭什么天天天要放在板凳上 怎么人 怎么吵 怎么淡美那么壮 怎么这么多感想 怎么敢想 敢想不敢讲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时候只往心里藏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话不说心痒痒 别别别别的别的慌 观众都已经进场 你别别别的别的慌 谁谁别你谁别 你别别别的别的慌 你像天开天天笑 别别别别的别的慌 赶紧来到舞台上 讲吧 讲吧 否则怎么办就唱 我那边演的事挺好的 干嘛 好看好看好看 好看 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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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跳水 拍一下 跳水 跳水 还有点美 唱得很好啊 如果能是真唱就更好 好 相信大家已经数次发现 他们怎么 最来劲的就是 呼喊唱第一句的时候 庞博甚至没把麦递给他 怎么啦 我就喜欢赛场 你知道吗 他们昨天排练 排练的内容就是对口型 想不到吧 这个确实能力有限 是想真唱的 已经录费了十几个录音师了 你们发现他们每个人 就一两句其实 这个好像蒙恩师 录了两个半小时 录音师是给什么天皇巨星 都都修过 两个半小时 录完以为职业生涯 已经不会再遇到什么坎了 广直和智盛走个进来 我们娱乐圈第一跑调天团 这一生呢 估计就出这一首歌 折磨大家好吧 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所有嘉宾 一起来到舞台上 我们当然不是专业的音乐人了 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一下 让在职场的 无论是员工还是老板们 都放松一下 感谢各位 共同完成本场专场 祝大家开工大集 海田好友 好鲜好美味 我们下期专场再相会 不要忘了连续搜一搜效果 来现场看更多的痛苦笑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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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一看到底下 又是很多是大学生 一看就很年轻 马上就觉得 哎呀 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 情情与起起伏伏的时刻 各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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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欢迎来到怎么办 怎么办 脱口秀传场 正常演出由轻轻松松 宇宙最强 编剧部策划 我们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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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开始 一二三 一夜快乐 请欣赏施朗颂 六月的鱼 六月的鱼 是收获的鱼 是收获的鱼 收获知识 收获友情 收获了网购积分 和网者段位 是 就是没有收获 就是没有收获 任何一个工作off 六月的鱼 是告别的鱼 告别老师和同学 告别男友和前男友 门 朋友们啊 让我们勇敢的告别吧 故人以词 新人更香 旧的不去 新的 他就来了呀 六月的鱼 是遗憾的鱼 遗憾 只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遗憾 没有去过图书馆 听说图书馆里全是好看的 书 遗憾时间太短 很多话都来不及 六月的鱼 我还没说完呢 不好意思 你继续 来不及说完 我说完了 六月的鱼 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你们在这儿 鸡歪什么呀 六月不下雨 农民伯伯咋种地 你们吃什么呀 但是前路啊 你就是光明的 就算你延期毕业 就算你无奈分手 就算你找不到工作 但是 我们的节目要开始了呀 有请李淡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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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接溜子 这四个揭屋子 从哪儿偷的校服 忽然还臭美 你看像不像哈利波特 我说你们顶多是陶修维龙 我是吧 欢迎各位来到由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的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一种陪伴守护我的行程安全 在每一个疲惫的午夜 当下属们把我这位领导送上车 便迎来了你温柔的问候 邓哥你好 请记号安全带 领导啊 领导这么喜欢坐快车呢 坐快车还不是因为打不到拼车 效果真抠 工作这么晚 身上这味儿 是白的呀还是皮的呀 是吐的 真体贴 没上车就吐了 这么晚还一个人回家 看这地址也不是家呀 这不信 回的就是家 回的就是家 大丈夫四海为家 真好我也想做大丈夫 有一种呼唤 穿越山河 打破思念 每天下班回到家 最想听到的 便是你用最雌性的声音 换出我在网站上 写下的昵称 程璐涵快递 程璐涵在家吗 好了好了 别喊了 别喊了 道夫 需要您开箱检查一下 这个不用检查 也不方便检查 不方便 这手感 一颠我就知道 增高卸垫吧 你怎么知道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穿上艾斯乐 人人是模特 这种温柔 通过指尖 不断传递着能量 缓解我的疲惫与压力 你的每次出场 都宛如春风话雨 拨动我的心弦 难比你问 但是8号计时为您服务 您是想按肩颈 足底 还是头部 按理说 我就不想让你按 刚开始都这么说 哎呀能不能换一位 你当真要换 当真要换 确定要换 确定要换 大丈夫一言一出 司马难追 换42号 能不能给出追光 你俩哎呦 来吧 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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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一 还是换你吧 你事也太多了 你换这个换那个 你真的损散 还损出 今天呢 咱们的是服务专场 咱们就被站在耽误时间了 好不好 对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丹 掌声 大家好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由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的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这个拙劣的表演啊 除了宝哥之外 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宝哥刚才帮我们交代了 本场呢 是针对服务行业的专场 主题叫欢迎光临 咱们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服务行业啊 还有这个各种从业者 已经是太多太多了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我从小就对这个 尤其是饭店的服务员态度非常好 我现在就是服务员对我服务态度不好 我对他态度都特别好 我就怕人说李丹在大牌的样耍大牌 是吧 外卖小哥 我对外卖小哥那个态度也很好 我在上海住的是一个老小区 就那种老小区 它那个建筑啊 就路很绕 经常呢发生就是因为外卖小哥找不到地址 然后吵架 我从来都没有 每次给我打电话 说哎先生你这个在哪啊 你找不着 我说你别 不要用眼睛找 你 闻 闻 你深呼吸 你晕不晕 你深呼吸 你晕就快到了 好吧酒香不怕巷子深 哈哈哈哈 色焦 哈哈哈 我现在就想看这剩女朋友看了我们上一期之后的反应 哈哈哈 我今天要澄清一下 哈哈哈 各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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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欢迎来到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口秀专场 将冲烈 猪球 青秋冬 宇宙最强 编球策划 我们的眼珠 现在 现在 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第一届清与强情商大赛决赛现场 有请情商鉴定官杨丽 大家好我是杨丽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经过了前面一系列没有人见证的并不太精彩的角逐 我们今天有两位选手顺利地进入到了情商大赛的决赛 那么究竟是谁是效果文化情商最高的男人 谁能成为情商大王呢 让我们有请两位决赛选手 磅礴 杨蒙恩 好 请二位选手先分别发表一下参赛宣言 大家好 我是胖波 我对情商没有兴趣 我就是想当大王 大家好 我是杨文 我对大王没兴趣 我就是受过情商 非常好 看来二位状态不错 接下来我将提出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尴尬问题和社交地域 请二位分别作答 答对最多的人就是今天的冠军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听题 第一题 有一天晚上 李旦突然发微信给你 叫你出去喝酒 并叮嘱你千万不要告诉诚哥 而此时诚哥就坐在你身旁 请问你要如何体面地离开 我会假装自己是迈克尔杰克逊 诚哥 我的太空步有进步吗 回答错误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分散诚哥的注意力 诚哥 诚哥 你看 斯文来了 然后趁诚鹿正在嚎啕大哭的时候 悄悄离开 非常积极 但是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应该是掏出这个世界上诚哥最喜欢的东西 一双增高鞋垫扔出去 然后趁诚哥捡增高鞋垫的时候 你再悄然离开 好 第二题 当你和一群不熟悉的人 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 而此时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 坚持让你们在篝火晚会上表演节目 请问 如果你是汪苏龙的话 你将如何应对 如果我是汪苏龙 我就请我的好朋友肖敬腾来 下一场雨 浇灭这个篝火 非常机智 但是回答错误 那如果我是汪苏龙的话 我会好好准备表演一个 下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非常有胆量 但是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应该是 不要当着当事人的面回答这种问题 来了来了 朋友们 下面就是社交长河 终极难题社交地域 请听题 大年三十的晚上 你和父母正准备一起看一场 精彩绝伦的晚会 但你突然发现 下一个节目就是网免 请问 你该如何巧妙地劝父母回去睡觉 回答正确 下面我宣布 效果文化情商最高的人就是他 有请李淡 欢迎来到由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的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大家好 我是李淡 我们本期是跟社交有关的 本期的主题就叫都是朋友 聊一聊社交场合中 大家会遇到的种种的情况 今天特意 为了还原一些社交中会出现的尴尬 有意请到了一些射牛和射恐的代表 首先欢迎我司社交天花板和地板 徐志胜和娘娘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无话不谈 一个是不谈 这两人聊天就是最强的毛和最强的盾 我们之前录真人秀的时候 就想看看这个毛和盾谁更厉害 还是我们徐志胜毛比较厉害 在志胜面前是没有射恐的 安前马后 嘘寒温暖 志胜在追 鸟鸟在飞 欢迎来到轻轻松松宇宙最强健身直播间 有请效果健康大使彭博 大家好 我是彭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怎么办 头舅舅专场的录制现场 今天是健康专场 众所周知 我们公司呢 在李诞的带领下 一直给大众的印象都是 四体不勤 体弱多病 命不久矣 今天呢 要趁着这个健康专场的机会 我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健康人类呢 要带领大家一起 做一点健康的事情 有请我的朋友们 效果文化 健康宝贝 好快啊 教室 好快啊 教室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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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上啊大哥 很简单 不就你这个节奏 就是杰伦来了亲自唱 我也跟不上啊 这有什么 是谁在叫我 啥 我要看看是谁这么拽 杰伦来了都不要跳 你干啥呢 我觉得你们刚刚跳的都不对 哪不对 应该听我的 健康对中药的是什么 什么 听医生的话 就像我那首歌曲一样 听医生的话 别让他受伤 是谁 快走 走走走走 不好意思 跑掉了 这些支持节奏新专辑 什么专辑 有请李大安 欢迎来到 有海添好友独家冠名播出的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刚刚这个非常拙劣的开场 就是为了引出我们本场的主题 听医生的话 现在呢很多人一边担心自己的身体 一边又不愿意去面对 甚至不敢去体检 怕知道 不敢看医生 还是要看的 今天呢我们就把很多医生请到了现场 大家都珍惜这种看完医生还能笑的机会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里 医务工作者一般是不开玩笑的 那是你们碰到的医务工作者 我去体检 这些医生朋友呢 开始也是很严肃的 到最后终于要说那几句固定的叮嘱的时候 他就有点破功了 很难不笑场 他就说李大 你以后你就少熬夜 别喝酒 最后还要补一句 我是医生 这种话呢 我本来是不应该说的 但是人啊 开开心心的也挺好 卫长镜你们做过吗 真年轻啊 坐坐吧 该做还是要坐坐 反正我这种确实喝酒喝的点多 就是坐那个肠胃镜一年做一次 没做过呀 那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 就是上面有一根管子 和下面有一根管子 你就把你给接通了 你知道吗 就穿个开裆裤 就把你推到一个那个小屋里 然后要全麻 什么隐私都没有 有请清语强电影节主持人 李旦 尊敬的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首届 轻轻松松宇宙最强电影节 颁奖典礼的现场 也是我们为娘们婚礼进行的彩排 我们这些人穿成这个德性呢 机会也不多 主持电影的颁奖 我还是很忐忑的 上一个在奥斯卡 主持电影颁奖的脱口秀演员呢 没有什么好下场 调侃人家老婆 让人给打了 我是不会调侃别人老婆的 我只会同情你们怎么还有老婆 我们本届电影节 足足吸引了两位新人导演 送上了他们的处女座 尽管两部作品 加起来呢 不到十分钟 但保证 已经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感觉到了生命极大的浪费 接下来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 让我们看看 这两位影坛流星 会在本届电影节上 斩获怎样的佳绩 首先第一个要颁发的奖项 是最佳摄影 有请颁奖嘉宾 本期宾剧部主任 成功 大家好 我是程璐 想不到 作为主演员来颁摄影奖 真的很奇怪 很高兴为大家颁发 最佳摄影奖 虽然我不懂摄影 但我懂颁奖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获得齐名的勇 这还有齐名 很难的 就那么俩人 你都记不住吗 好 有五分钟 看完五分钟的电影的摄像 庞博 他长相帅气 风度翩翩 唯一的小遗憾 就是不懂摄影 另一位提名者呢 是小称故事的摄像 何广志 这个 先打起来 广志 他这个 略懂摄影 最近长相也有点帅气 但可惜的就是 没有拍出我这个主演的高大威猛 这是摄影的错吗 是的 然后两位呢 都是该讲的有力竞争者 被称为摄影界的卧龙凤厨 那么我宣布 获得最佳摄影奖的是 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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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他是在场唯一会使用摄像机的人 但很遗憾 只能由我来带领 因为此刻他正在台下拍摄 刑老师 请把摄像机对准自己 来 好 那我就先帮你把奖收好 记得把我拍得高大威猛一点 恭喜刑老师 谢谢刑老师 刑老师 非常的高大威猛 跑得也很快 我们恭喜刑老师 大家也注意到了 刑老师呢 只有刑老师这个名头是为什么 因为呢 他特意嘱咐我们 以后他还要在这个行业立足 千万不要提他的全名 谢谢你 您辛苦了 行为 辛苦了 累是那个三个十的累 这个佣人单位 也是三个十的累 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 最佳女演员 有请颁奖嘉宾 齐希 有点高大威猛哈 大家好 我是齐希 很高兴 组委会邀请我来颁发 这次的最佳女演员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获奖提名的友 在小城故事中 饰演神秘红衣女子的张艺丹 以及在电影五分钟 看完五分钟的电影里 饰演大壮女友的杨丽 要看回放吗 不必了 我们没有那个技术 对对对 那么我郑重地宣布 最佳女演员的最终归属是 哦 谁 谁 你那 你那 我考验你 其实刚才的几个电影里 是有特效化妆的 真没准是淡总演的 说不定 张艺丹女士认为 参加本片是个人演艺生涯中的耻辱 以退出奖项的角逐 因此组委会决定该奖项 空缺 好公正啊 没有啦 还是给杨丽吧 奖杯已经做好了 让我们来恭喜杨丽 你修了 演的可真好呀 演的不确是最佳气之急 朱浩 抓紧 抓紧 entrance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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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我毕竟作为一个新人 第一次养了十几秒的戏份 真的 没有想到会得奖 看今天打扮都很随意 这戏可太多了 演的这演 我抓紧 我抓紧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的保安 然后进来的时候没有拦我 感谢我的家人 朋友 一路一来对我的嘲笑与否定 感谢另外一个影片的对手演员 非常要脸 我觉得今天这个影后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拿的 我最应该感谢的 就是我们组的同事们 摄影 磅礴 还有谁来着 不重要 最很感谢的就是 我的好朋友 这个新的导演杨蒙恩 作为第一位盟女郎 真的 真的真的 我杨 萌导是我合作过最好的一个导演 他对我们演员非常好 你知道我们拍戏的时候 我们说下一场戏在哪拍 他说我去外边看一看 如果外边特别热 我们就在屋里拍 谢谢蒙导蒙上了观众的眼睛 但是没有蒙住我的美 然后最后我想说 中国电影真的不容易 大家做好中国电影 是我们每一个电影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电影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奇希 我觉得杨丽在片中的表演 不如刚刚这一段表演 当然这一段领奖 是我看过最精彩的表演 中国电影呢 放心 我们是不会让杨丽进去的 放心 放心 接下来我们颁发最佳男演员 有请颁奖嘉宾 影评人谭菲 开始 下完了 请颁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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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一整季的努力 我们终于录完了一整季 这一季 轻轻松松宇宙最强编剧部 历时整整半年 终于度过了六个月 过去的九七 过去的九七 我们走入了各个行业 分别是行业 分别是行业一 行业二 行业三等行业 我们走进了公安局 是自愿的 我们走进了民政局 不是为了离婚 我们走进了烧烤店 我们走进了烧烤店 又走了出来 我们还走进了录音棚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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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花 就正如这美妙的歌声中所唱的 我们一直秉持着绝不憋着的精神 因为 憋会让人心情抑郁 憋会让人气短心慌 憋会让人大脑缺氧 憋它就是假鱼 啥呀 诶 程璐啊 说到憋啊 咱们今天还没说今天的主题呢 哦 对哦 龐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今天专场的主题是 别憋着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能够 一土为快 也可以自由自在 当然 最重要的是啊 最重要的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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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了 вот 谢谢你 好 有 ministry ú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邀请到了非常敢吐槽的几位嘉宾 作为大家的互联网嘴涕 我们这个节目说了一句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答案找到了 还得是办吐槽大会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苏醒